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咱们在华盛顿 咱们给大家做一期 天黑了 咱们多担担 咱们今天要谈的是 中俄的战机巡航阿拉斯加 我之前给大家说的是 中国的轰-6是可以打击下图的 我说的有点保守了 我可以明确告诉一下 中国的轰-6带上 20的巡航导弹 应该是可以攻击到 盐湖城以西所有美国领土 2500公里 加上轰-6的航程 基本上可以确定 能打到整个盐湖城以西 所有美国领土 所以中国的联合巡航 进入到一个关键的 这么一个时间节点 我们在华盛顿 我觉得现在很骄傲 我现在很骄傲 别看它在大西洋 但是它在美国盐湖城以西的领土 现在把中国的常规武器可以够牢 我说的巡航导弹20 是个常规的 不是战略导弹 中美不打核战 但是我常规武器也可以打你 盐湖城以西 你可以算一下多大面积 而且加州又是美国GP第一的 包括德沙斯 从整个录像看 你看这次飞行在北极圈 两架的图九五MS 包括两架红6K 再加上护航的苏35 苏30 规模 如果是真的核战 这两种战机都能挂核弹 那么两个核大国的两种战略轰炸机 都飞到美国家门口 这绝对不简单 咱们说刚才讲的是常规武器能达到 如果核弹的话 那更是覆盖美国本土了 美国是动用两架F-16 一架F-35 包括加拿大派了两架CF-18 双方的距离都很近 其实每一架的战机有机动动作 战机是都带实弹 有意思是加拿大空军CF-18 居然在半分析中把尾钩放下来了 就说明什么 说明他可能是紧张了 他确实没见过这种阵仗 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两个核大国 这加上美国就是三个 就在这拼 这种斗争它上点见识去 我可以告诉你 就是顶级高手了 咱们东亚绝对没有弱 东亚的历史从来没有弱者 我一直强调 东亚在人类千年历史中没有弱者 全都是强的 宝地 加拿大怂了 这地方其实一看就人不行 怂了 他就人把尾钩 一看就是操作失误 把尾钩放下来 其实有什么不足的话 其实红6K从俄罗斯本土起飞 航程不够大 咱们如果未来能够直接飞到西雅图 在那换一圈 我觉得那才有意思 整个的美国中西部全覆盖 但是把它的西部海岸打掉 现在足够了 但是后话 就是我们的轰20 未来我们的轰20一定会去的 据说美国现在根本就没有六代机 我就说为什么他派了一架F-35 实际美国现在等于摊牌了 美国就根本没有六代机 解放军的未来 咱们说已经不光是亚洲的天空了 没准整个的世界的天空就是中国的 这个是7月10号太平洋司令的肯尼斯威尔巴斯巴赫 他在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发表演讲 是明确说的 美国就没有六代机 轰20是六代机 中国的六代机 现在J-20已经在测试了 他根本就明确说没有F-22T代品 这可不是咱们说的 目前美空军要继续保留在推移的32架F-22T代 注意是32架F-22T代 他个无视100架 那意味着六代机之争中国就直接赢了 没有别的可能性 美国人无力应对 他现在防守都已经据紧见着 中国解放军研制六代机 有人说叫歼40 现在看歼40已经无敌了 他为什么 恨国党肯定说了 骗你的 我们也会忽悠 我觉得不是忽悠 为什么忽悠这个可能性几乎为零呢 就是美国六代机主要负责的军工复合体 是波音和路马 我在洛杉矶去了他工厂 他NGAD六代机项目 分别是美空军和美海军主导 就两个 美国空军希望下一代的舰带机全部使用全息设计 而且计划是有人驾驶 这是美空军 美海军有人驾驶 自然半径要1800公里以上 美空军是希望用数字化的快速创新方法 然后采用AI短时间内要研发而小批量的生产 说要采取最佳的新型战机 就说白了要系统化 家族化 而且是要AI 就和海军形成鲜明对比 也就是说美国六代机要两款 乱 美国华盛顿之乱 我刚看到一个车被砸了 车窗被砸了 就说美国空军必须得两种的 对吧 一个空军一个海军两个型号的六代机 那有一款是空军的 有一款是海军的 为什么美国这么搞 它就不能空军海军搞一个吗 美国军工复合体 本身就贪了 长期的对外利益扩张过程中 它投入到军工复合体的大资本 当然发了财了 但是也就是什么 我现在在华盛顿 五角大楼根本就不养 这些 我不能多说 军工复合体大本营里边 企业政客军方国会游说者舆论 形成一个闭环 这里边尤其是各种利益 遍及全世界 那么军工复合体形成了美国政治 这是一个不可排除性 排他性 这个时候垄断 不可替代性 这种不可替代性 强大到什么 美国必须给它拨款 军工复合体强大到这种能力 那就是它的美国霸权利益的 直接捆绑者 就是直接支撑支柱 所以外部的军事强硬 包括坚持 以这种军事手段压制对手 这种玩法已经长期形成固化了 那么支撑美元地位的也是美军 所以支配全球霸权的基本动作 就是美军 那么这个历史上军工企业 五角大楼 利益 公共体 形成之后 这个二战结束后 一共是260多场的战争里边 200多场 军工 美国发动的就200多场 军工力 第一复合体是每一场都要挣钱 你像这里边有多少跟他一起 基本上是军工复体就需要战争 也需要美国保持巨额军费 那么需要保持美国体制僵化而持续的这种利润 那这种浪费领域的承包商价格欺诈等等 这是已经四公斤都怪了 我就不多说了 就是导致一个结果就是美国研发武器的成本 精的高人 高的精人 你看那朱摩尔特级10亿美元 中国05 你看中国05才几个亿 他据说一共花了200亿 200亿搞一个航母 所以美国NGAD也是一样 就是必须要花钱 不管怎么说 你看那个肯德尔明确说 空军部长 说NGAD战机好 但是需要什么 需要更多 就说完了没钱 单价就是五代机 战机F353倍 单价F353倍 他怎么买 建议F35现在自用板的采购价只有8000到1亿美元之间 那3倍也就是单价有3亿 什么概念 就J20的成本大约1亿美元 1亿美元 那就是意味着一架NGAD要造 能造三架J20 这还是预估 实际成本可能更高 就说开发六代机 美军F2成本 他也要维护 这维护里边他还能赚钱 这就是美国F2停产的原因 因为维护成本太高 F35低成本通用 但是这样的销售 美国军工和合体 包括美国的各种各样的盟友 他并不满意 但是现在研发费用美元降低的话 现在看据说通货膨胀让F35已经超过F22了 让美国五角大楼就更承受不及F35了 落马和波音现在缺乏创新精神 他就没有迭代的可能性 现在五角大楼试图要放弃六代机计划 而美国军工复体现在通过舆论在施压 就是拿到研发资金 然后实际炒作中国六代机就是为了拿到开发资金 简单说 美国的军工复体先把预算拿到手 然后能不能造成后话 F22现在看还真的就只能要依靠它了 中国六代机现在坦赢 事实上美国六代机竞争中 它又赢的不光是中国 F22现在没有跟中国一战的可能性 还是原因在于它内部利益关系没有协调好 中国的代号叫FL62的 这个叫连续跨音速风动 据说它现在就是中国六代机的核心的 研制的一个基地 这种东西美国就没有搞 它六代机根本就出不来 中国研制六代机的工作 应该就是会像科幻片一样会变形 我讲过那一期 这种东西你不通过风动 它连风动都没有搞 你可以想想他们在干什么 接下来可能中国要早于美国展开六代机的飞营了 那就是降位打击 我觉得美国人没有更多机会了 现在真的就是 就无教大楼接着骗 就是把美国人民的钱 全世界人民的钱掏到自己腰包里 没有别的可能性 为了我们知道